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这次也是观众要求去做的那一个2002那个永生2002烧卸就这样这样子给了我一个笔头啊这种就最好了我就喜欢了有时候给我一点那个缓冲包装保障笔不要摔就可以了啊我不太喜欢太多包装因为没地方放啊真的就这样子一只啊可以了就行了 因为毕竟东西是你这个产品吗对吧主力的跟跟你包装没有关系吗啊难度少见的一个套上面写命影圈了所以很喜欢可以国产给力啊就只能这么讲啊好那个下来我这手感摸起来首先讲一讲啊他图片上面跟我这只比的颜色反正就不知道是给错了还怎么样反正就是差表点大啊反正这样呃屏幕上面看啊还还可以当实体上面这个感觉我不知道这一只是什么笔 也摸起来冰冰的是那种七笔吗还是说那个陶瓷笔啊我因为我不太会粉跟那我们还是一样看一下这个笔的尺寸先笔的尺寸也是一样拿一个相应价格来看就可以了不然我估计买这一只笔也不可能想不到万宝龙吧对好那一个嗯对那跟墨加m2的尺寸基本上差别没什么差别了嗯笔的话那一个出的话两只这样子出息其实差不了多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出息笔的一个出息笔墨那个部分就不知道了呃我们可以现在顺便看一下是拔的还是转的嗯拔的喂 咦 喂呃 这怎么回事 嗯上墨戏机好你们知道上墨戏上墨戏上墨啊但这个 难道哎呃这个大哥大哥 难道是悬的 也不像是这个呃奇怪奇怪不好意思让我 啊可以给我相当紧的一个人看了相当紧的一只 哇连卡都很难卡进哇 好吧这一只笔真的是 你们看到了不太建议买真的这个太紧了这 这 啊 这看到吧这个真的不不是夸张真的不是夸张 好那个笔的尺寸大概这样子了我们我先不盖回去了好吗 嗯好那个 笔的尺寸大概是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下主要是上面的这个 呃漆面吗我先当做应该是漆吧我说不准啊 嗯笔的话首先因为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库存笔所以上面像是有 精度来讲会差那么一点点就是 过度的不是非常的平滑 然后亮面来讲反光也不也有点虚了看到这个边旁边是有点虚但是 如果是漆漆或者是那个陶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 呃比较上面的话是那个 嗯就正常的一个万宝的那个是三层了他这个是两层然后笔的话那个金黄来讲就 中规中取吧这些就是常见的干这这种鱼类型干笔的话应该有的一个配置 呃笔握倒是比较出他定位是个签字笔嘛而且笔尖也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笔尖 那笔尖的话我就拿那个 无印的来对比一下吧那看一下有大有小吗 大家看到吗 哇 然后这个的笔尖来讲但是他笔尖看起来这个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呃笔本利对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看清楚希望能帮你们那个看得清楚另外的是那个 上面的雕花来讲其实还算是挺好看的就是少那个 双色尖就少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双色尖的话就是会好看一点了但因为我看到那个笔尾那么粗的话应该定位是那个 签名笔 呃因为这样子拿对但书写其实还是挺ok挺舒服的但这个就是说老笔的味道非常浓 买一只会来放着放着如果找到一个就是说笔杆比较好看的这个真的是 色差有点大有点大有点大就个人来讲有点那个 嫌弃嫌弃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那种珠砂红但是又有点太太太暗了那样子一个感觉好 那大概这样子我们就先来试写一下吧因为这次观众推荐我不知道有没有还是是不是我买错了我我比较担心是这个这个原因好那这个就正常的一个笔好 正常一个捏捏应该照来说我应该有上墨了好那个下来 笔盖的话暂时不会盖进去了啊这个笔盖太重我还以为我还还很害怕说把我这个笔给拔坏了看来是没有 好那一个把笔盖给拿一下还是一样我就拿下面这个部分来写吧环保一下环保一下每次一张之内有点过分太浪费啊 好不好意思那个好像我上墨没上到位呃我再来上一会吧没没没没了这里 哎呀这一只笔好尴尬这个 我多连几下吧不知道是不是脑库存的问题啊然后导致那个 好那一个还继续 把笔给悬回去那我们再来继续写下去 好OK书写完了那你们看一下了这个笔首先来讲的话不粗不细但出没量也不会很大因为看到我这个字都不是纯黑了看看最上面这里就非常黑啊 总比来讲唯一的最大特色就是他这个笔尖呢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笔尖拆的拆下来换到别的笔上面 这个笔尖真的很不错就是说 书写来讲过因为不同国家笔也有用过然后就是说国产品来讲他的 我总觉得国产笔的笔尖是比现场现场的国产笔的笔尖来的好 而且好不少就那个书写感你听 有点阻尼感然后写起来就是又不会说但是你没感觉到好像呱呱的那种感觉就是沙沙的不是呱的这个我觉得最值得买就是专门买这支笔来然后把笔尖给拆了然后然后换到别的笔上因为他这个笔的金色还是挺好看的 看一下有点脑库存的痕迹如果找一支透明示范笔然后就没没有别的颜色那可能是说本身也是一个透明加金或者透明加金嘛或者透明加黑然后再透明加黑色对黑色笔加那种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加哇那那绝对非常漂亮啊 因为这个尖看起来真的很有味道而且书写起来真的很不错本利来讲也是非常大就是其他部分不敢恭维啊本利也是非常 大写下真的非常舒服呃好评的一支笔啊反正就不知道是不是观众推荐啊观众推荐我买这支或者我买错但啊好评好评别的啊就算了就是上这些笔夹等等的就真的一律差评那笔尖书写感受真的很不错对好那个很开心啊这支笔啊反正写起来真的很不错的一支笔啊反正写起来真的很不错的一支笔啊就是啊不盖上了好吗等会还要细笔好那就大概就这样子了那这支笔总体来讲除了笔尖 以外其的其他的一律不想说啊笔尖的真的很棒啊比起那个现场的笔国产比也好算不少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有什么问题那个下面给我留言或者帮我指教指教我一下啊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拜拜